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 叫《在地圖的世界發現金》 那我先講一下怎麼會有這個題目好了 其實我們在做水保局的這個系統 就是長土系統做了蠻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在去年也就是105年 然後我們獲得了這個金土獎的肯定 然後我講一下大家有聽過什麼是金土獎嗎? 應該沒有嘛,沒有關係 我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金土獎 大家有聽那個演戲有一個獎叫什麼? 對,金馬獎 金馬獎 那唱歌有一個獎叫什麼? 金曲獎 一樣在地圖世界就是有一個叫金土獎的獎項 它特別是就是表揚 就是它有一個評選 然後評選在這個年度當中 做的關於地圖的這個資訊系統 就是我們所謂的GIS的系統 做比較好的幾個廠商 然後把它選出來 票選出來 它做為這個金土獎的獎者 那在今年 在105年就是我們滿競爭的 大概是有五到六十間的廠商去統 最後好像選出在十間左右的這個廠商 得到金土獎的這個肯定 那很開心 這次有就是在我們那個 承辦科的那個承辦人心宴 還有我們的這個送付的協助之下 然後我們得到這樣的肯定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群力科技的這個 群力公司的這個資深經理 我姓周小友德 然後叫做Ryan就可以了 那我目前是在台灣大學 進行這個博士班的精修 那我本身是成大的措施 然後大學部 明天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學歷大概都是 那你這個進步就是做TOPO的嗎 那你來做這些資訊 那我簡單說一下 其實就是 我其實一開始在工作的時候 我是做這個高鐵的測量工程師 然後我做完測量工程師的時候 我會回到家 就我們家的管理員不讓我進去 為什麼 因為他以為我是工人 就不讓我進去 所以我就立定志向 我們要來做這個轉彈的工作 然後慢慢的我就從群力的 群力科技 我在群力科技已經待了大概9年 然後我從工程師開始做起 然後目前做 大概是資深技能的這個位置 那也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很幸運 我取得台灣少數有人 可以取得這個Google的license的認證 那包含我 在企業版的這個方面 包含我取得Google的這個 Advacity Deployment 還有它的 CodingNet Deployment的這個 認證 那還有Guo Special的 Concept的這些認證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開始積極的發展 我們群力科技的這個雲端 部署的這個相關應用 那再來是這次簡報的這個相關大綱 那其實我們追報局在2006年 其實我們就開始啟動了這個 地底資訊的這個商組 那一開始的啟動很單純 我們只是想把原始的檔案寫下來 然後有一個分享的方法 有一個管理的方式 那這些方式都比較偏向 MIS的這些應用 他可能要去申請 然後讓你下載 而且在早期這些檔案很大 你可能申請一個 機水區的工作範圍影像 可能就已經兩三百句 那你要自己拿一點去用 然後再用GIS打開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方法是相當的不便利 那當然隨著時間的演進 還有網路的心情 網路越來越快 所以 那我們就開始轉變這個想法 那剛好 誒 Google Map進來台灣 那Google Map進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很嚇到 說哇 Google Map進來台灣其實把我們這些GIS 商工打他了 因為他的Google Map實在太好用了 而且他要免費了 那 很幸運在2012年 他也釋出了這個企業版的方案 他叫Google Enterprise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年度 馬上就採購了這個核心 然後用這個核心來開始建置 我們整個 Web API Web GIS 的一個基礎 那之後 2006年之後 我們就開始盡量不要讓使用者去申請下載這些實際 我們等一下也會有些數據來看到 其實轉著用這幾年來 特定是近三年段 用API的人 比例大於申請的 實際檔案申請的這些方案 那2013年 因為Open Data的政策推動 所以Open Data也俯合了一些開放式的規範 那Google方法也都俯合了這些規範 所以Open Data的整理 我們也開始推動 在2014年我們就開始建置 當我們平常好 我們就想要把這些資料可以share 比如說讓人家借接 讓人家使用 那借接是非常方便的 它可能只需要五行到六行的實力 就可以把一個資料借接走 這樣是很方便 它就不用像以前 還要再把這個資料 哇 拿兩三百G的硬碟 去把它下來下來 再存到自己的資料裡面 才能閃避 那這是從2014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 推Google 推空間資訊的API 然後開始建立任務 那到2015年的時候 我們整個 地理資訊商的資料 這樣總共達到25473千公分 而且還是越來越成長 那這是我們相關的這個 成長的曲線 那近幾年稍微慢下來 並不是因為水保局 產生土地慢下來 而是因為Open Data的政策推動 那政府單位其實 這是越來越好 就是我們成本可以獲得空氣 比如說 塘造影像 所以由農場所來產生 那水保局只要focus 在我們的土石油 全是溪流的土石產生 或者是我們保存對象 或我們是山坡地判施 跟蒙卡產生 這些屬於我們專業土質的產生 工作項目 這其實是更 跟我們分工更專業 所以2015年以後 我們的土質產生量 有稍微下降 但是這其實還是面臨很多 很大的挑戰 比如說這些土質收集下來 其實是時間很久的 大家可以想像嗎 超過十幾二十年的土質資料 非常的大 那我們如何整合 文化這些土質 其實讓這些土質 大家說 其實我們有這些土質 可以用來分析 特別是在大數據的時代來臨的時候 歷史數據其實跟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之前陳陸總共在推的歷史照片一樣 透過歷史照片跟歷史的數據 才可以告訴我們 大自然告訴我們一些 過去的一些數據 再來是我們如何整合圖台 因為圖台來說 我一直在時報裡 都是有很多圖台 那不同的圖台 可能是同一個圖台 都會造成我們的成本越來越高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有一個整合性的圖台 那大家就不用重複的 在開發這些圖台的工作 因為建制圖台其實是非常貴的 那我等一下會有一些數據來幫大家分析 然後3D使用的需求 3D使用在時報裡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所管理的範圍是三坡低 是平原以上 然後林務局以下的那個範圍 就是三坡低的範圍 其實三坡低的範圍 在3D的使用均衡是非常高的 然後還有GIF的操作補儀 還有使用者不好導圖 讀書台 重新開發 重新經濟成本過高 展現股度過滿等等的原因 這是我們面臨的 那這些條件我們就要如何解決 OK 那所以 在教學長官 特別是我們的俗信科科長 還有承擔用心的計畫之下 目前我們大概分這幾個 這幾個結構開始進行 第一個 尾辦計畫的資料我們必須統一控管 然後由電力屬性的資料 然後由電力屬性的資料 進行上傳 然後再我們會分類 然後第二部分就是有關 只要它帶有Geospatria 也就是說我們的地理的 有帶有地理屬性的資料 這些圖機 我們就會把它分類到我們地理 資訊場所系統 然後地理資訊場所系統 我們會利用ArchGIS 來建立我們的Databes 也就是我們的Geo Database 那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Geo Database是 在未來的資料庫管理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但是 我們為了強化這個圖台的友善性 跟大家習慣的性 所以我們把Google ArchGIS方案是 後台Databes的部分 那Google的部分 裡面是它前端 也就是大家最常看到的 這些系統畫面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用Google來做 那就是 以使用者最習慣的商界面 包含它暫停速度 還有它運算速度 目前應該測試來說 都是目前業界上 蠻快的一個資質的方案 所以我們把前端 留給Google來做發布 然後Databes由ArchGIS 管理 所以我們做到前端Google 後Databes的程度 這個方案 那我們就會進行一些 Auto Fusion的工作 就是足資的 半自動化的這個處理機制 最後 我們會由Google Center 來發布我們的足資API 那 在2015年之前 我們都還發布3D、2D 3D的為主 那2015年之後 我們改2D 因為很多包含 前端的使用者反應 這次是民眾 我們開放給民眾之後 有些人用3D 會有指向性的問題 他們的方向 趕不定 因為轉來轉去 會考慮 然後2D 反而是因為它正北 所以大家比較接受 那當然也遇到一些資安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的東西都是2D的問題 那在內部的使用效應部分 我們主要分為內部的支援者 跟外部的支援應用 還有系統的更小 績效、成本效益 以及開放的服務 這幾個項目 進行判討 那在內部的資源整合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有大概25,473 個自由圖資 那 在另外我們從外面的open data 因為我們可能業務上的需求 我們需要比如說 氣象級的圖資 水利屬因素的圖資 服務局的圖資 等等之類的 所以外部接起來 存在2547 那 這些大量的圖資 我們就把它分類 分成影像資料 向量資料 地形資料 甚至開放的資料 通通通通過Google的手錄圖 我們把Google的手錄圖 當成一個switch 它在這個switch上面進行融合 融合之後 我們就提供了幾個服務 四大服務的API 第一個主要服務的API 就是我們的圖層介接 什麼是圖層介接 就是說 比如說 25,473米這個自由圖層 我們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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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Google API 使用者他只要是會簡單的指令 然後他甚至不會指令 我們都有教學的辦法 他透過幾個五行 大概五六行的這個程式碼就可以把這個圖書接結成 那一樣在GIS路材上面強制的那些工具 包含塑化工具、定位服務跟環域分析 我們都透過Database的GioDatabase的方法 先把這個APA都做起來 這樣好處是什麼 這樣好處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常用到什麼 山坡地的地級定位 過往我們每次建一個系統 就要建一個Database 那成本就會加上去 委外長會就會把這個成本加上去 因為處理地級資料其實是非常讓人家感到不舒服 會處理很久等等之類的 然後它呈現效能也會有相關問題 那我們如果把這些定位服務 甚至是環域分析這些服務都統一化 那未來的委外長 他都不用再自己去建這樣的Database 他只要來接我們的WebService WebService很一樣的狀況 可能大概比如說二、三十樣的指令 就可以接到這個WebService 他也完全就不用再Care資料 他不用負責資料的Club品質 甚至是它的效能都不用 都會由倉庫中心來佈 倉庫的樂部來佈 其實非常棒 而且也非常神奇 然後環域分析也是一樣的 那目前 到目前我們推廣的十一個用品材 在局內就有十一個用品材在使用 包含的G3成果人士網 民眾版的農村再生 行動水堡服務網 多尺度窯冊 測測空間資訊網 還有土石油防災網 還有資産防災疾網 還有資産防災疾網 特定水堡局 特定水堡保持區化電計劃 還有監測資訊服務網 山坡地管理資訊系統 以及農村生活空間資訊系統 然後目前我們都提供這十一個系統 就是這邊 再來是我們外部引用的政府的開放資料 因為這些政府的開放資料 其實對水堡局來說都是一些弧度 而且價值非常高的這些參考資料 比如說這是氣象局的累積力量資料 那這個累積力量資料 這樣我們就可以跟我們的土石油套在一起 其實這可以提供我的決策者 從悟性的來大略分析說 哪些地區事實是有的比較相關的這個 有危機的這個例子 那在使用技巧的部分 目前我們的服務涵蓋四大業務敵 基於我們的防災中心 基本上其實應該算是 就是我們的格數報局都有在使用 那共十一個用品檔 那我們目前平均內部系統 每個月的使用人士 就是借接我們AVI的使用人士 大概是4777人 那平均每個月這些人 平均每個月會進來點擊 我們這些品質 瀏覽它的次數 包含它的這些應用 大概有33268次 那這是我們目前的一些 數據上的研究 那在成本效益的部分 過往我們建置一個有地圖屬性 或地圖平台的GIS的成本 它都必須採購一個圖毯 那最常採購的是什麼 當然 可能我們有國內很優秀廠商的 什麼什麼 什麼 SumerGIS 葬式這些都是 但是它都是要採購 那過往可能一個系統 是要採購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 我們只能抓一個大約 因為很多參考價格 那大約比如說我們抓一個系統 大概可能是300萬 它完整的服務 透透手術層的服務是300萬 那如果有我們剛剛十一個平台的話 我們預計我們的成本可能就是要3600萬 光平台而已 還不含開它 光平台而已 那在我們剛剛這樣的服務效應底下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以Google的企業版作為我們的核心 那當然我們後端也用到ArcGIS 我們整合這兩個GIS 我們一定不只是Google 因為Google和ArcGIS 都有 那我們的成本價大概是600萬 那可是我們可以透過API 提供給各個平台經驗證 那大家可以大概算這樣 其實如果我們透過API的方式 透過空間圖來接接的方式 我們可以省下我們大筆的遺憾 那這其實也是我們這一年度獲得 整個金圖獎最重要的一個concept 就是我們幫 就是可以協助機關來 讓資源共產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的開放服務呢 我們除了對我們GIS 自己使用的外 感謝主要方案中心的協助 他們也提到他們的ID了 因為他們真的常常接到民眾的電話 告訴他們說 我這裡剛是我來三坡地 剛是離你們的主持有選擇室友來犯我 但是收到局的長官 可能就是不厭其本 現在有這些電話幫他們打 所以我們也將這些 這些民眾需要的固域 Web 化 是有一個分享的這些機器 那Web 2.0的分享機器 開始變去 然後其中住宅安全關係的議題 希望這些議題是民眾所care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推出的主務是 主持有的群職有差距 然後當然我們也用什麼RWD 這些想法的畫面來製作 然後第二個我們開放服務 是我們以智三坡地勢網 他也是借接我們GY的 一個很重要的案例 那因為水寶子的業務坦白說 一般的民眾啊 他除了關心自己所在地 是不是主做詳細了以外 其他的資訊對他們也都很生意 大家認同一個地方 相信大家應該認同 因為就相對的生意 那其實我們 但是我們有一群很專業的人 在民間的裡面 就是我們的專業的祭司啊 我們的顧問公司 這些都是很專業的 那他們 專業的背景 可是他們欠缺什麼 他們欠缺數據 告訴他們答案 他們有經驗 可是他們 需要數據來支持他們 甚至是有這些數據來告訴他們 他們未來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水寶子 在專業的祭司 往這邊 他也開放了一個 專業的祭司服務的這個版本 其中給我們的顧問公司 還有我們專業的祭司 來申請 他們只要申請通過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來使用 經驗支援 直接到我們市場上面使用出去 開放了一個專業的祭司 那這是我們整個 這個我們整個 智慧寶服務網的那個 這個概念 那這是他的系統 overview 那我們大概快速看一下 其實他主要分為 七大功能 那包含我們的前端啊 還有定位 地圖工具 後台管理 還有最上 後來最常用的是API的經驗 因為會有很多的系統 來跟我們申請介接 他不一定要在我們這個圖台瀏覽 他也可以自己申請回去 回去做自己做第二次的 加值開發 等等之類的 甚至是 開發的成果 也可以再回饋到我們 地圖通過 並在裡面 那這是我們API的申請的 這個間接流程 那基本上 他只要能夠產自得到 我們的API Gmail 他就可以 綁定他的這個 server的主機 他就可以把我們的主機 全部都打走 然後 但是他所謂拿走 他只是拿到我們Web Service的 他並不是把Load Data 給他拿走 他沒辦法改這些資料 所以對我們的資料來說 只有保障 就是我們不容許讓人 任意地去创造它 那我講 我講一個案例 比如說 假設我們今天 水寶警示出了一個 有個前日稀有 2017年版 假設有些民眾 像我這樣的專業人士 看到Share File 我知道 我偶爾不會改變 他跟媒體說 你偶爾做 那是不是很恐怖 但是這樣的機制 可以確保這件事情 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 可是他只能檢視 他完全沒有辦法做任何修改 而且他也沒辦法拿到Load Data 他的使用 他是被我們綁定住 其實我這樣有限度的開放 我覺得是對大家都還蠻恐怖的 那這個案例就是在我們的農村資訊再生服務網 他有很多客資化的需求 那下面就是他客資化的這個東西 那這些客資化的東西 都不是 都是他們的委官團隊來協助他們的建資 但是 他們可以省的時間是什麼 他可以省中間這個地圖核心圖牌的建資 他不需要再花產品 他不需要買300萬 不需要再花 就是圖牌的建資 不需要再重新 處理土資 處理地級定位 處理影像等等 都不需要 他的處理圖資界階 就是我的讀成基階 可以通過這種方法 我剛剛說的那種 黑暗的這些方法 就可以省得到他的图牌 那他是不是省很多時間 他已經不用再處理圖資了 他也不用處理定位 他透過程式網路的界階 就可以知道他 他只需要專心在他的 客資化這些服務方面 就可以完成量器 所以他可以省時 省成本 然後加快 focus上這個系統的專業性 那這是我們另外一個案例 是特定搜尋寶儀區 他就適用到我們定位功能 他就透過定位的API 來進行這些相關的定位功能 這個是我們剛剛開放給民眾的行動搜寶 行動搜寶服務網 對 那他的使用法案例 又稍微特別一點 台放同搜尋剛好的是我們 我們主要是 我們也是借接 我們倉儲裡面的主機 透過API的方式把它借接下來 接下來之後定位 我們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因為 這次那個 防禦中心有提供他們的部分資料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調整 那另外一個 我們是用一個比較不一樣 就是用LBS 我們讓使用者拿到他的手機 到他的定點上面去分析他所在地的位置 然後再直接告訴他 他所在地的組織是不是有山坡地 塗修顯示溪流 還有山坡地範圍的查詢 然後山坡地查定分類查詢 然後特定搜尋寶儀區的查詢 那這個使用時機 目前依 塗修發生的東西 我們平均每年都有2000件的 申請案件開發案 這些要塗修上行 那我們目前希望 目前因為正在做 就是把這2000多件的那個 案件都倒來 使用這個系統來查詢 那他會得到什麼 他會得到水保機 就是我們自家庫 查詢完的這個 他這個所在地 他這個地底 是不是屬於 塗修顯示溪流的範圍 那如果 是的話 他就會說 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會告訴他 這個不是塗修顯示溪流的範圍 塗修顯示溪流的範圍 他就可以拿這個文件 到山坡所去 進行說 他這個 但是這雖然沒辦法 做成是一個我們法例的問題 但是 我們 相公所能可以透過這個 資料溪流的範圍 過來到我們信用來 來驗證 大大的姿勢 他至少做一個佐證 有這樣的佐證資料 當然 如果要正式公文的部分 我們可能還是要回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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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他已經是一個初步的 這個 那再來 我們也做了這個 多時期的這個影像分析 那影像分析就是 我們把我們的影像在 因為我們跟Google 把它串起來的時候 使用者很單純 他只需要在 我們的圖牌裡面 他只需要在圖牌裡面畫一個Polygon 他想查詢這個Polygon裡面有多少影像 影像分析中心有多少影像 然後 我們就會全部列在左列 全部都列出網 然後 每一個都可以預覽 你點擊它就可以 然後 你就可以快速的查詢到 啊 原來你這個範圍內在圖牌裡面有多少質量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 上核地形組王 那些 甚至是那個 早期的紙本組織都有在 經驗版 地形組 等等之類的都可以 那非常方便 那再來我們也進行了這個 剖面的分析 因為 收保局管理 山坡地很關心 所以我們也有很大量的這些 山坡地的地件資料 那這些地件資料其實都是非常保密的 那 過往我們的可能都存在我們的 倉庫裡面 沒辦法進行分析 因為地件資料也不好出 再來它也 有些敏感 因為 我們的 經驗資料如果是正高的資料主義的話 會跟國安的異理有 有牽扯到 所以 那 用這個方法 它可以透過網路來計算 而且我們是用相對 相對的高層值 所以 就算有些人取得這個值 但它也沒辦法做 它也不是正高 它是相對的 我們是一個相對的 有些變化 大家都知道 所以它也不是一個 但是 對我們而言其實它很有參考價值 嗯 我可以知道2011年 這邊的地點 欸 為什麼2012年來買這個 今天為什麼會高產 它有飛機 它這邊過得少 一大塊 是從裡面的嚴重 對我們而言是有意義的 所以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確保我們的 這個 資料 補外線 沒有泄滅的問題 但是我們又可以 達到我們業務上的這個需求 欸 欸 欸 喔真的喔 那再來我們也有做那個 嗯 土方樣的分析 剛剛是用線 那這個是用面 我們可以把一個面積框起來之後 我們來分析說 欸 這個面積下 這個地方是充衣的 紅色比較多是充衣的 充滿 小於20的就是 像紅色 大於20是累積 像藍色的部分 就是有被 有被 累積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用網的這個方式 去看到這樣的變化量 所以我們從線從面 都可以進行這樣 那再來是我們整個 系統的這個使用技術 那我們 基本上我們就是 前台目前來說 都還是使用Google的 這個名權 來進行 前台的展演 因為它的security 啊 都還不錯 而且它持續處 效能還滿快的 那在Web service 和服務界界的部分 我們這個部分 就使用大量的 人家製作這個面積 然後我們從 塗繩界界的部分 屬於Google 數位工具啊 定位啊 環境分析 然後要從製造庫出外 都是由它去 那HNL語法 也是目前 偉伴的廠商 最熟悉的語法 所以就可以快速的 擴展給人家的 這個友伴廠商界的使用 那響應式的網頁 所以這主要是針對給民眾的生活 就是我們的行動最好服務 我們希望 使用跨平台 適用各種展示 去解決 過去開發APP的困難 然後單一介面維護 還有服務搜索的習慣 那其實這個未來也會 越來越是一個趨勢 因為在國發會的列館下 所有的APP都會被列走 那你的APP只要下載量 不到一定的數字 就會被要求相加 但是這樣其實對我們是很困難 因為有些服務 因為我覺得服務是非常專業的 它並不是像觀光 或是像旅遊 或是像一些名稱 很必須的這些使用 比如說我想要買飲料 我要到處拿飲料 這不是所有的業務 所以做了很多人這樣 但是這個我們的業務 是非常專業的 那其實這樣的使用方法 反而可以幫助我們 還是可以點選民眾的好的 行動化的使用解決方案 但是我們 因為這樣幾乎 其實跟開拍比例大不一樣 然後我現在已經看到它 是在平台上面 對這樣的方法是還蠻不錯的 那一樣 在這麼多大量的數據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 欸這樣的數據 太大量 我們以說我們立即為例 常常就會有幾百萬個資料 會讓我們無所事從 我們不知道怎麼去查詢它 而且光處理光搜尋就很困難 那也因為大數據的進步 所以我們也導入了一個大數據的搜尋 就是AIA search 那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這個搜尋 這個還蠻好用的 在Google說Hadoop之後 這個搜尋引擎 應該是算蠻多人 應用在大數據的搜尋方面 它可以將我們的空間資料庫 或是一般的資料庫 通通做成一個 compile成一個服務 那這個服務 只要很快速透過web service的交換 你就可以等到這樣的 也就是說你幾百萬筆的 甚至是幾千萬筆的資料庫 它都可以很快速的提供給你 這個查詢的服務機子 那這也是一個大數據的搜尋引擎 那這樣的搜尋引擎 我們已經用在我們目前的 G1的展示領埃的先端 所以用在地底定位的這個功能 他們已經開始在使用這樣的功能 那未來我們會擴展這個技術到 所有我們有關於地底資料的這些 查詢啊 定位啊 等等這些 那就是很高興我們就是在去年 就獲得這個進進獎 那我們講一下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在做 那其實在過去的一年中 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 包含Chrome 包含所有的亂機 漸漸速支援發給你們 那我們在3D上面真的是遇到了一個 不小的困難 因為我們很麻煩 那我們 群力公司我們也花很大的時間 跟很心力 我們也開發一些新的解決 然後目前我們也有能力的改善 而且我們就用更好的解決方案 而且會比外面再用 像OpenSource的那些webGL 都更好的解決方案 那基本上目前我們全新的3D具材核心 一樣 我們還是會以Google跟Instagram為核心 因為我們已經測試過 就是webGL可以直接吃自然的模式 然後我們會用全新的webGL來開發 那這個webGL它並不是單純 像OpenSource這個webGL 我們在圖子 在影像 在3D模型的演算上面 我們都配合webGL 做一個全面性的調整 那這樣調整 等一下會有一些畫面給各位看 那它可以透過這樣調整 當然3D模型可以快速的展演 那甚至是我們用掃描車掃的點營資料 也可以在webGL這個名單裡面直接看到 這樣的資料 那這是我們尋規webGL3D的特色 我們有強大二維跟三維的整個能力 然後我們可以完整的有傾斜攝影 就是像我們的技能小股 這次不是有提供給我們科技部一個 我記得是一個小範圍的3D的影像 有模型 你們是用你們的物質來繼續背的 然後回來演算回來 這個3D的模型這樣 這樣也是要在我們webGL平台 也都可以去使用 那包含管線的展示能力也很強 現在也都已經有這樣 然後特別是另外一個 是目前大家很康的 就是bin bin model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在我們的平台裡面 也可以整合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的成績 然後也因為過去有著google的 這個營墳目的經驗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新的平台 就是開發的整個架構 也是以google給我們建議的 營墳目的能力來做我們的發展 這是我們最新的 那我們以情節三 這以建模為例 這是我們每次去用UI去飛 飛完之後 那當然是我們用我們自家 工商服務時間自家推薦的產品 我們是用我們PixBodyMap 來進行我們這個相關的3D模型的定值 然後pink完之後 它會有一個自動建模的流程 然後這個我們看一下 翻證圈 它自從它的點資料 影像點資料 開始做一些正規化的處理 然後做網格 pink 做pink 一般產體模型都用pink來主動 最後產自家的3D模型 這是我們的建築樓層 這是我們的建築樓層 那這是我們的成果 這是我們去幫我們香港的peercast來拍的 他們要拍他們怎麼香港的這個 生存 那我們是用大疆的無人載距離 配合 我印象中 我們是在深溝溝的那個攝影機 然後飛完之後 我們就用PixBody來產自這樣的模型 然後從這樣模型之後 我們就放到我們新的3D圖宅 這個圖宅就是我用我們webg.o做 然後我等一下會後 我可以再展示一些詳細的系統 畫面一點多看 然後我們就可以快速把這個 整個港島整個區域的這個都完全建起來 而且它的串流速度 大家以前會對webg.o會有一些 它很像少女比較不好 那在這次的方法裡面 我們群眾畫很大的心理 我們都已經改善了 像個演算方法 而且也可以很快速的完成進步 那這是在深溝溝 那 只是呈現模型 很像大家覺得又沒什麼 因為這樣大批的 把一整個面積的模型做起來 那大家有想過 比如說我只想知道這個物件 只想知道 比如說我只想知道 我們紀元效果是大的 我可以點擊到它 如果像我跟它那樣的方法 其實不行 我只能知道 因為那是一大片的 一大片的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想要建置整個智慧程式 或者智慧的保護物的這個屏幕 要單一個構造物啊 這是有困難的 那 我們對目前的科學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搭配著 向量資料 跟我們的相應模型 我們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 詳細的技術 我們都不在這邊做 不過我們目前也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通過向量跟相應模型 它就可以單一個解決 再就是地面點雲的資料 點雲的資料 但是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很恐怖對不對 哇 人家知道 那大片啊 要怎麼呈現 要怎麼 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在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也解決我們也把點雲的這個演算 導入我們這個 痴明的這個技術裡面 它也可以在WebGL的平台 直接看到在痴明的這個 這個點雲資料 所以未來 假設我們要少拿後照物的限定 真實的狀況 而且是1比1的體力的這些 這些 不是模型喔 是你真實的這些 都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那當然 我們市面上講 那個GIS 就是我們本來就有功能 所以我們也會在新的地方做 那重點是我們在這個狀態裡面 我們還整個病的資訊 那大家也聽到說 這都是Web的回憶 那我們就把病的這個model 直接放進來 那這樣的案例 我目前已經要堅定在 阿倫機場 GIS跟DMH的這個食物機器 然後跟他的工程 組織的這個環境 建在一起 然後一起去使用 OK 那以上是我的這個報告的分享 謝謝